非常高兴您能来收看我们的《非诚访谈》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刚刚从国外归来的一位这个漫画大师 叫尼古拉斯·郭老二 闲话少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尼古拉斯·郭老二 我等一下 等一下 郭老二 郭老二先生 郭老二先生 郭老二 不是 您是没听清我叫您吗 你叫我第一声的时候我就听见了 那您干嘛不出来呀 我是怕观众没听清楚 不用这么洋话 好不好 都听清楚了 都听清楚了是吧 好不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您 这个小伙子怎么称呼 郭阳 郭狼是吧 郭狼干嘛呀 郭阳 郭娘 郭娘也不是 郭阳啊 郭阳是吧 好 咱们坐吧 好 来来来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观众是吧 我看还有你们这个主持人是吧 就这个 这位女士 她也喜欢我的画是吧 老看你的节目 威尼熊是吧叫 威尼熊 威尼娜 威尼娜 维尼娜 维尼娜 你那个搭档的苏东坡是吧 老苏啊 在那呢 萧东坡 萧东坡 你们两口子主持那节目 不是两口子 您上了什么老胡说八道啊 不是两口子吗 这维尼娜你看多年轻啊 那我觉得你们有夫妻线啊 行 咱不说他们了 好吧 好 不说他们了 咱还说咱们的访谈 好不好 好 好 就是当时出国的时候 是家里边很富裕吧 我从小的时候啊 我的父亲就跟我说 说郭老二啊 不是 您等我 您等我 不是 您这郭老二啊 我们听着太难受 就是您这个就是 郭老二 因为我在家排行老二 所以我的父亲跟我叫郭老二 就叫小名 咱这样 咱说这个大名 因为电视里好播出 好不好 就说您身份证上的名字 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吧 对对 我叫郭桂娟 是这样 还是叫郭老二吧 郭老二 郭老二 那么郭先生就是从小 家里面就很富裕嘛 然后就出国了吗 不是 小的时候我父亲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跟我说 说过来二啊 你一定要努力学习 因为你要记住 你是穷二代 父亲这个是不是一种激励法 激将法 对 我当时也认为 我父亲可能是在激励我 我长大一点 我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 觉得家里边没有那么穷 对 我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 我调查完了以后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我果真不是穷二代 你看看 我是穷第十八代 最后我往上一推 我感觉就是 我们家在明朝的时候 就不富裕 那家里边条件都穷成这样了 怎么还能出国了呢 后来我父亲做生意了 他做生意挣了点钱 就给我送出国了 哦 什么生意 餐饮业 餐饮业 我父亲开了一个店 叫做这个 正宗老北京 巴西美式炸鸡 会还挺多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主要是老父亲请的厨子很厉害 哦 厨师很厉害 但是要说到这个厨师啊 我想借着咱们这个平台 我想多说两句啊 您说吧 这个老厨师啊 也算是我的一个恩师了 也是一个恩师 因为我跟他学过手艺 哦 你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了 又怎么了 老恩师失踪了 很长时间了 失踪了 对 那报警啊 报警也找不着 报警也没找到 那怎么回事呢 他呢 在这个失踪以前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现在还留着呢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啊 我的老厨师现在 我不知道他上了 那这个应该是 最后一条短信了吧 对 最后一条短信 他给我发的 我不知道 你看我给你说一下啊 亲爱的徒儿 兼职碰瓷这行 我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至今没有收获 齐乃齐齿大乳 最近我发现了 一个新的目标 干完这票 我应该就发了 好了 不说了 目标这个已经过来了 火车来了 就是也不知道 我老恩师受没受伤 你要这么说 反正我觉得 哎呀 听着挺碎的 碎碎平安吧 这儿就别说吉祥话了 这儿就 每当想起老恩师失踪啊 我的眼泪啊 就不由自主地 从鼻孔里流出来 那不就是流鼻涕吗 那不就是 换个话题吧 行 换个话题吧 好 那么回国之后 还算适应吗 回国以后 其实我面临了 很多的困难 有点走背字 回国以后 我就被人家骗了 嘿 你说说 回国以后 我收到了一个短信 诈骗短信 说我中了某公司的 这个大礼包 但是需要我打五百块钱 税钱 哦 是这样的一个短信 对 过了三个月以后啊 我感觉我好像是被骗了 过了三个月以后 才反应过来 对 我感觉我可能是被骗了 然后我就想到了 报警 报警 但是也新鲜了 那怎么了 警察说不立案 要不立案 因为不够三千 那怎么办啊 我又给骗的打了两千五 哦 把这数凑上了 对 那然后呢 就被骗了三千了 那您要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您为什么家里边穷弟十八代了 谢谢 不用谢了 您不用了 这么客气 是是是是 那么我再问问您就是 这个从小就喜欢绘画吗 不是 我从小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喜欢动画片 我从那里边我慢慢的喜欢漫画了 你像那个大脑天宫这个孙悟空 西游记 西游记 你看他们那个画画 我不知道这个画家是怎么琢磨的 这个人物刻画的包括眼神 你看你看孙悟空 他那个腿啊 他就你看 你看那个孙悟空他画的 他就为什么这样 我就不明白猴为什么这么画 这就是孙悟空猴的特点呀 你看那个猪八戒 就那个猪八戒 你看 是吧 唐僧你看 是吧 杀和尚你看 这不就是四只猴吗 我觉得这个绘画大师 他怎么能够绘画出这么好的这个作品 就反正画的好 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 然后呢 小时候我也来看那个什么小哪吒 小哪吒 小哪吒 小哪吒那个主题曲 我现在我都没忘 小哪吒 天吵戏 拖着汤三桑 还有那撒土地 你先等会儿 你先等会儿 小哪吒 拖着撒土地 脚踩风火轮 那脚不得糊了呀那脚 那歌不是这么唱的 那歌小哪吒那歌 是她是她就是她 是她是她就是她 唱 你是一个傻样的人啊 你是一个傻 你是一个傻样的人 我想知道 我是画家 您看啊 今天啊 这个对面也来了一位 这个漫画大师 哦哦哦 是是怎么着 我可以收你 没事 谁要拜你啊 就是人家也会画 那么您能不能 也给我们画一幅 就是您最棒的 是不是就是人素描 画画最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临摹呀 哦 把临摹 你像我呢 当时学画画的时候 我也临摹过很多 这个大师的作品 嘿 许悲鸿许老 许悲鸿 对 许悲鸿许老的画 哪最不好模仿 哪呢 就是这个驴的耳朵 因为它驴的耳朵的尺寸哪 不是 你先等会儿 实话实说 驴干嘛呀 人家画的是马 马画得最好 哎呀 口误 哦 您就这么着 您就说 咱们选一个素描的人物 咱们画画他好不好 行 素描 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人的画像 画得特别像 那太好了 好吧 笔跟纸都给您准备好了 好好好 那这样我就画这个 就画这个哥们吧 小学生 行吧 小学生干嘛 你如果是漫画大师 人家也是大师 没听说过 郭老二应该 郭桂军 行了行了 别落提 你那郭桂军了 好 别动啊 朋友 你把眼睛睁开 人家睁开眼睛了 微笑 好 笑一百声 没有 我自己都想乐了 这个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是这样 因为在节目之前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网友啊 说看到了这个 郭老二先生画完的漫画以后呢 都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那么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话的 没有关系 我不能做到每个人都喜欢我 这话对吧 三分之一的人想吐 这个吐 那没有办法 我还有三分之二呢 那三分之二人已经吐了 那就吐 谁吐谁难受 您那画怎么样 差不多了吧 好了 还行啊 我确实就说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定力的 是是是 来大家看一下 来啊 好来好来来来 来看了吗 哎呀 您这个画的这儿 还有个小舌头吐着 对 所以给我怎么 你看形象了 我们画家画画是从各种角度 你把这倒过来你看看 又不一样了 哎 倒立 哎 哎 我怎么觉得您画的 这应该叫郭桂军 怎么样 我这画画有点活灵活现的感觉了吧 活灵活现 活灵我没看出来 我都看见活现了就这个 行了这么着吧 您自己在这儿玩吧 好吧 您这节目以后不要再来参加了 这节目也没法录了 编导里面找这嘉宾怎么录啊 这我不录了 我走了我走了 你自己玩吧 自己玩自己玩 自己玩 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节目这是 你们这编导呢 干嘛呢这是 你把我挺过来 就主持人走了这个 就录你们节目了 好像我没节目录似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 喂 是不信你不笑吗 对 我过了啊 国鬼诀 你们那节目是找不着我 我跟你说 我一上你们节目就能火 你们这节目